2015年,一位外国游客上传的一段视频引起了惊叹,在以300公里的时速飞驰的金湖高铁中,一枚硬币树立了整整九分钟都没有倒下,证明外国小伙在视频中由衷说道, 现代高速铁路既快又舒适,中国高铁已经成为全球高铁的领导者,那么飞驰的高铁为什么能这么平稳,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黑科技在保驾护航呢? 今天,小编就带各位一起去揭开硬币树立不倒的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在这里我们一起领略大国重器风采,感受科技前夜魅力,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奔赴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 以前,钢轨和车轮运作起来就是一个互相折磨的过程,咣当咣当的响声之下,每一声都象征着严重的铁路磨损,那个年代更换铁轨的技术难题很大,往往需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而在这期间又会有许多列车班次被延误, 所以,人们想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加大铁轨的硬度,在定期对车轮进行检修和更换,从而减少了在钢轨上动工的频率,所以也导致了以前的钢轨普遍把硬度做得更高,而且由于钢轨的标准长度最多只有25米,需要用街头甲板和绝缘节把这些钢轨连接在一起, 相邻的钢轨中间还必须留有几毫米到十几毫米的缝隙,用来适应热胀冷缩的要求,所以老旧钢轨也就留下了噪音大颠簸的缺点,这种钢轨让列车的速度上不去,运输也存在危险性,后来中国积极借鉴国外的铁路经验,进化出了一种全新的优异钢轨,就像视频中看起来像面条一样柔软的软铁轨,当然这个软其实是相对的, 本质其实是由于钢轨在波动的瞬间受力不均,在摄像机的记录下看起来像面条一样柔软,这些钢轨虽然软,但也要经历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钢轨是使用高猛钢制成的,猛钢是一种脾气古怪的钢材,根据钢中猛的含量不同,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如果钢中仅有2%到3%的猛,这时候的猛钢就像玻璃纸一样一碎一断裂, 但如果加入的猛含量大于13%,它又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硬度和韧性,这种钢被称作高猛钢,高猛钢的韧性要用于铁轨还是有些不足,于是科学家们又在里面加入了一种少见的金属,银,银往往加在钢轨的上部,增加了和车轮接触的那一层钢轨的韧性,使其具有一定弹性,这样车轮和钢轨两者都能同时得到保护, 不仅减少了修理周期,还保证了火车的运行安全,另外,根据列车的种类不同,比如普通火车、高铁、重载铁路,它们的钢轨的标准也存在很多差距,比如说重载铁路的钢轨需要达到每米75公斤的标准,而普通火车和高铁的钢轨只需要每米60公斤,但高铁由于对速度的要求高,所以对钢轨精炼的技术要求更高,比如说高铁钢轨的脱碳层必须要浅,脱碳是什么呢? 指的是钢材中的碳因为高温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作用,生成一些含碳气体而导致钢材中的碳层脱落的现象,碳在钢材中起到增加硬度的作用,一旦失去了碳,钢材的耐磨性和疲劳极限都会急剧下降,因此对于这种要求特别高的钢轨,甚至需要在隔绝空气中的条件下进行精炸, 铁轨造出来之后还需要克服热胀冷缩的难题,之前铁轨之所以会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相邻钢轨的缝隙,如果要制造无缝钢轨,这就意味着不会再给热胀冷缩留下变形的余地,那么钢轨中无可释放的硬力又该如何是好呢? 目前,钢轨设计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在于给钢轨设置一个缓冲区和收缩区,整条钢轨除了这两个部分以外,还有一个固定区,它们起到的作用就像字面意思那样,固定区的钢轨收缩是完全被锁定的,而收缩区留有一些细缝,又有满足硬力释放的要求,缓冲区则介于两者之间,至于收缩区的这个缝应该留多大,还需要综合到当地地区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温度来决定,可以说, 比起以前死板的固定规则,这样更加照顾当地的地质和气候条件,钢轨自然也就很少出现热胀冷缩导致的故障了,还真是麻雀着了牛屁股,确实牛逼 另外,现代钢轨除了软,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变长了,现在作为原材料的短钢轨也足足有100米,是以前的四倍之多 小贝纳亚洲最大的长钢轨焊接基地,石板滩焊轨基地来举例子 这里的厂房足足长2.9公里,宽度却只有50米,厂宽比为58比1 从空中俯瞰就像一条长长的丝带,从这种厂房运出的钢轨保证了足够的顺值 而这些100米的钢轨还要拼接成500米长轨 在最高温达到1400摄氏度的焊基挤压下,两根钢轨迅速融合成一根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型号的钢轨在正式焊接前还需要进行落车实验 具体的操作就是将两根试焊接的铁轨树立起来 从5.2米的高度砸下一个一吨重的巨石 如果钢轨不会断裂才算合格 500米的钢轨是怎样的概念呢? 用普通的速度步行都需要6-7分钟才能走到尽头 这样的钢轨运输起来更是一个大工程 需要36台平板车拼接成一道风景线,厚厚荡荡互送上路 这些钢轨就像骨头一样支撑起了中国的铁路工程 它能带来的好处也是不计其数的 除了能减少车轮和钢轨之间的摩擦,减少减修频率 还可以极大缩短减修工人的时间,节省很多力气 原来检修一条铁路需要花好几天,现在却只要几小时 去年6月4日晚间,经久铁路进行了一次大型的换轨修理 一百多名工人在重型机械的帮助下 仅仅用170分钟就换完了一条1260米的铁路 换轨车的夹轨前稳稳夹住旧钢轨,一提一放 坚硬的钢轨就像面条一样被移到倒床外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根坚固的新钢轨入槽 在哨声的有序指挥下,平均每一百米仅需要四分钟时间来换轨 换轨完成后,工人们还需要检查钢轨的拉伸情况 完成焊接,打磨,在一轮回检后 所有工序才宣告完成 铁轨是骨架,工人是血肉 中国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扛起了铁路安全的大梁 在上世纪,中国人曾经思维僵化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慈禧太后怕火车惊动先帝临寝 闹出了马拉火车事件,展天佑主导修建的金章铁路 也被视为中国近代工程的开端 铁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铁路走上发展路线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外技术开始交流 外国高铁技术开始进入中国 铁路人感受到中国铁路与世界铁路的差距 但中国的铁路人没有被差距吓倒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 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将中国高铁推向世界 是中国高铁自身发展的推动 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结果 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引进中国高铁 这些国家敢于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无疑是相信中国的高铁建设实力 不可否认,现在的中国高铁 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 都处于世界一流的地位 高铁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国家迷片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中国这一黑科技 你有没有被刷新认知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小编互动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